Hello大家好 我是北卡的乖乖乖宴 今期一我地方是919-986-8879 我的微信号是NCVS Realtor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2号星期日 那今天的话呢 依给大家拍一下这个LOT 27的这个样板房的样子 大家就会有个概念 因为我拍LOT 27的时候 可能里面因为都还是木头架子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感是没有概念的 那这个样板房呢 跟LOT 27的户型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样板房呢 所在的位置呢 是整个小区的最中心 最中心的这个Clubhouse这边 就是泳池这边啊 这个泳池也是正在建啊 后面的这个旁边 当然这个样板房的位置呢 我觉得不如这个LOT 27好 那当然这个样板房也已经卖掉了 也不是我们能考虑的范围了 那这个样板房所在的这个小区 这是这个小区的这个 这个环顾四周 安静安全的一个小区 好嘞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样板房的里面的情况吧 顺便说一下 这个小区所在的位置是非常不错的 是C Carry West Carry 27519 学区也是非常赞的 而且呢价格的话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 喜欢平层的你 而且又喜欢位置非常好的 不要错过了 这是这个样板房的正门 Two Quad Garage 我们进去一起看看样板房的样子吧 前面有Front Porch 这是这个样板房进门来 这是大门进门来 左手边呢是一个房间 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话非常的明亮 有三上窗户 然后层高的话呢至少是有九个feet 这是样板房的 这是这个bedroom的衣帽间 然后这个bedroom有它自己的这个单独的一个卫生间 有直接的walk in的这个shower 磁砖的地板 Course的这个台面 然后这个磁砖都是一直贴到顶的 这是这个卧室 这是这个卧室用的这个单独用的这个权位 然后进门来 这边就是它的最亮点的部分了 就是整个餐厅还有客厅都是浑然一体 还有就是厨房 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设计 然后这个设计的话呢 这个户型的话呢 是刚刚在这个结束的 2023年的Triangle Parade of Homes里面 它是拿了奖的拿了铜奖的 所以这个就是2023年刚刚结束的Triangle Parade of Homes 你看一下他们得的奖 这是这个厨房 非常的大气 这样板房的橱柜呢 是一直贴到天花板了 但是不是代表这个 这个非样板房就一般没有贴到顶 但是也快挨顶了 就是都比较大气 然后这个呢 是这个厨房的island Course的台面 词的这个sink 可以俯瞰这个餐厅客厅 石墓的地板 然后这个呢 是它的pantry pantry的话呢 是有玻璃门 然后这是pantry 这个户型的话呢 有的是在pantry里面 还有一个窗户的 那就更亮了 这是这个 阳光非常的好 你看到那一扇 那一边都是大量的这个窗户 然后在餐厅的这旁边呢 是有一个study room的 一个学习室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进到主卧了 然后在进入主卧之前呢 有一个洗衣房 就launch room 洗衣房 有非常好的island cabinets 就是这个wash and dryer 放的地方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单独的closet 可以放一些衣服呀 或放一些平时不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就进入到主卧了 看到这边是主人房的这个bed 主人房 然后这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我们先看一下主人房的洗手间 卫生间 这是主人房的这个卫生间 有个huge的这个大的shower ok 很大的一个shower 很不错哦 然后这边有一个closet 然后shower有这个trenching window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单独的 带有窗户的这个water closet course的这个台面 磁烧的地板 这是主人房的这个 卫生间 这是主人房的卫生间 然后这是主人房的衣帽间 也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衣帽间 这是主人房 有trace ceiling 那整个呢 一楼的层高呢 是9个feet 那如果加上trace ceiling的高度呢 是可以达到10个feet 这是主人房 主人房呢 有4个窗户 非常的亮堂 这个 这个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跟那个落的27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小的阳光房 小的阳光房 阳光房呢 也有四扇窗户 还有一个推拉门 四扇窗户加一个推拉门 非常好的阳光 那这个户型呢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呢 它就是有庭院的 这个庭院呢 在英语里面呢 叫做courcher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庭院 非常非常美丽 那落的27的这个 这个庭院的话呢 它是直接对着林子的 还记得吗 所以比这个样板房的 这个庭院的隐次性 好太多了 所以如果是样板房 和落的27 我宁可要落的27 因为它那个直接庭院 是对着林子的 非常不错 好 这是一楼 我们再去看一下二楼 忍不住呢 在一楼又多待一会儿 因为这个客厅呢 实在实在是太漂亮了 厨房 客厅 餐厅 浑然一体 特别漂亮 因为它是一个平层风格嘛 所以它的这个占地呀 它的面积呢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这是客厅 客厅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庭院 courtier 这挺不错的 就是这个厨房 餐厅 客厅 另外呢 提醒大家就是说 这个样板房当中呢 您看到的这个灶台呀 就是这个stove啊 是镜面灶台 那实际上呢 在非样板房当中呢 它都是用的是gas stove 就是天然气的灶台 所以如果喜欢gas stove的朋友呢 不需要再就是去担心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非样板房当中呢 它都是gas stove的 哇 这个阳光特别美 然后撒进来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一楼的话呢 还有一个地方呢 一想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车库 那车库旁边呢 还有两个大的这个storage room 那我们来看一下车库 车库的话呢 是这个two car garage 看一下 是two car garage 而且呢 他们家的车库呢 是比较少见的这种车库里面 有fully painted 因为大多数的 绝大多数的 北卡的房子 车库都不会这样子 fully painted OK 这楼梯上来 楼梯上来的右手边呢 是一个这个储藏室 然后左手边呢 是bonus room 非常漂亮的bonus room bonus room 以及卧室 二楼有个卧室啊 bonus room和卧室 以及楼梯的地面呢 都是地毯的 非常漂亮的 其实非常宽敞的一个bonus room 这个bonus room 是足够足够宽大啊 然后bonus room的旁边呢 是二楼的这个 卧室的这个权位 也是瓷砖的地板 然后这个 pile的这个 这个shower 墙壁 以及quartz的这个台面 然后这边呢 不要错过了 还有一个吧台哦 这个吧台的话呢 也是这个 这个quartz台面的 然后这边还可以 放一个小的冰箱 然后这边呢 就到了二楼的这个卧室 二楼的卧室 也是阳光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是这个 卧室的衣帽间 好了 这是这个房子 如果你喜欢这个房子的话呢 欢迎联系一 北卡的高楼报 地眼经纪 那我电话是 919-986-8879 我的微信号是 NC Best Realtor 那这个房子的话呢 它的这个性价比 而且location是无敌的哈 所以如果是说 您在北卡 想安家之业的话呢 欢迎联系一 购买到你心仪的房子 感谢大家这期的收看 大家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北卡的高楼报电 星期一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2号 星期日 那今天的话呢 一给大家推荐一个 非常非常不错的 而且占地也是 至少是0.25 应该是0.25左右 acre的一个这样的全新房 平层风格的全新房 这是这个小区所在的 这是这条 这是这个房子所在的 这条小区 有的房子已经搬入了 但是有的还在建造工人当中 这个房子的话呢 是背靠林子的一个房子 背靠林子的房子 这是它的这个正面的两个车备车库 正门的话呢 是在房子的一侧 房子的右侧 这是它的正门 正门的这个front porch 这是背靠林子的这个林子 这是这个房子的院子 背靠林子 非常的有隐私 而且这个院子呢 是挺大的 可利用的空间挺大 所以它非常的平整 这是这个院子的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再站远一点哈 因为这个房子的面宽 非常的宽 它是一个宽板平层的风格 所以我得要站到非常远 才能把整个这个房子拍下来 这是整个房子的背面 它实际上是有两层啊 是 但主要的面积都在一楼 那我们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看一下 这个backyard的话呢 它实际上有一半的这个空间 是有一个covered porch 还有另外一半呢 是一个露天的 一个露天的这个 然后这边呢 到时候建完之后会铺上草坪的 非常平整的一个 很大的一块地块 背靠林子 非常的peaceful 在这边比如说喝茶呀 会客呀 聊天啊 就是平时看书啊 都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景色 这是tuka garage 两车位车库 他们刚刚做完的 装完的这个dry wall 这是车库 tuka garage 这个车库里面有两个窗户 然后车库进来 因为房子没有 还没有通水通电哈 而且现在已经是下午六点钟 所以有有一些暗 现在太阳都已经快下山了 这个不代表它正常的一个采光 它正常的采光的话呢 会比这个亮多了 因为现在时外快天黑了 然后呢 这边进来 就是这个车库进来的话呢 这边是一个储藏室 然后这边呢 是上到二楼的一个楼梯 然后这边是餐厅 这个是厨房 厨房的话呢 这个烟管是直接是 这个抽圆机 直接是外排的 然后这个是 fireplay 这个是客厅 然后这边是餐厅 跟那个刚才我拍的样板房 是一样的 可能就是车库所在的方向 可能不一样 但是是一样的 这个户型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这边是房子的正门 因为刚才那张门 是车库门进来嘛 这个是房子的正门 front bridge 正门进来 还记得吗 就是说 这个是一楼的一个房间 一楼房间过来呢 是有一个一楼的这个权位 跟那个样板房的户型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比那个样板房好的呢 是在于 它这个真的是背靠林子的一个房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整个院子 就是背靠林子 非常美的景色 比那个样板房的location 和这个景色要好太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主人房这边 对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客位 然后这边是洗衣房 洗衣房 laundry room 洗衣房也有窗户的 然后这边是 主人房的这个卫生间 主人房的卫生间 然后这是主人房的 这个shower room 以及closet 以及那个厕所 water closet 厕所也是有窗户的 跟那个样板房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主人房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 衣帽间 主人房有个很大的 一个衣帽间 这边是主人房 然后这边有两个窗户 这两边呢 也会有两个窗户 这两边也会有两个窗户 跟那个样板房的 户心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它是做了一个screen porch screen porch 它这里会有这个screens 就是它这 也就是说这一块面积 是没有算 做房子的面积里面去的 它是一个screen porch 样板房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阳光房 不是screen porch 它这个地方 是没有算面积的 是一个screen porch 这个是它跟样板房的不同 那我们去楼上看一下 另外厨房的旁边的pantry room 里面也是有窗户的 这个比样板房更好 就样板房它除了旁边的pantry 没有窗户 但这个是有窗户的 这是楼梯上来的二楼 二楼的左手边呢 是一个storage room 储藏间 然后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bonus room 就跟刚才我拍的一个样板房 是以某一样的 物件 然后这边是它的这个 卫生间 二楼的这个权位 然后这边有个吧台 二楼的一个吧台 以及这边是房间 二楼的房间 以及它的这个closet 而且呢 这个二楼的房间 也是对着林子的 你看一下 这个景色非常不错的 直接对着林子的景色 好了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价格 大概是八十万八到八十一万左右 位置非常的好 而且背靠林子 面积呢 是大概两千九百多尺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能欢迎联系一 背靠高高点经济 我的电话是919-986-8876 我的位线号是NCBSRU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